大家好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一趟芬多金之旅 讓自己的身體徹底放鬆 今天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走到第一個湖 第一個湖之後呢 本來應該可以走第二個湖 第三個湖再回到我們那邊 但是因為我們裝備不太夠 所以我們走路的進度比較慢 所以只走了到這裡而已 到這個Linderman Lake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回來了 不過也蠻過癮的 這條琳德曼湖的登山步道 自沿著小溪流純天然的步道 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的溪流小鋪 令人心晃神怡 走在翠麗的登山步道 一路上金色陽光灑在樹梢上 還可以一路聽到鳥叫聲 前半段大約三分之一的路徑平坦 之後就開始抖上 讓人汗流夾背 不過不是很難行走 越爬越覺得身心舒暢 這個步道是順著山幾小溪 一路緩慢上升的 有許多大小石塊布滿山鏡上 形成一種有趣的自然登山步道 所以爬起來不會太吃力 走一走停下來欣賞一下周圍的風景 做一個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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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停下來對一棵巨大的松樹感到興趣 它樹感上留下許多松枝 聞起來像油漆的味道 不過還蠻香的 在這裏要跟大家說一個小故事 我們有一個朋友他長期住在國外 之前常常發現心臟感覺不是太舒服 然後就跑去看醫生 那這醫生就跟他說 你必須要開刀 然後才能治療這個心臟 也幫他安排好了開刀的日期 但他總覺得奇怪 怎麼那麼快就決定了 而且心裡怪怪的 後來他在開刀的當天 就取消了開刀 趕快搭機回到台灣 找心臟科權威醫生 幫他做了心臟3D的CT scan 就是斷層掃描 結果發現他的心臟是非常漂亮的 這個心臟權威專科就跟他講 你的心臟這麼漂亮 為何你要去開刀 之後心臟專科權威就告訴他 你要常常走動 在天氣很好的情況之下出去走 甚至天氣不好的情況之下 在安全的人行道也可以常常走 這樣子就可以活絡你的心肺 使你不再感覺到心臟的衰弱 這樣子之後 他每天就行走大約 兩個鐘頭 這樣子以來 他越來越感覺健康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到戶外來走動的原因 我們也希望大家的身體 都能夠健康 也能夠有很充足的心肺氣力 吸收芬多精 讓身體更健康 今天我們自己做了飯糰到這裡來享用 一路上爬坡風景很美 有山也有水 非常天然的公園 這裡是比較少人來的一個地方 經過朋友的介紹 今天我們來這裡做一趟 身心臨之旅 無量的芬多精 讓身心出場 好棒 我們現在在山裡面走 走了一段時間以後 會發現你會有迷路的現象 或是找不到路徑 因為都是石頭 所以你要看後面這裡有一個紅點 每一棵樹上 有一些樹上都有紅點 每一個紅點就表示是可以走的路 所以千萬不要離開這個紅點的範圍太遠 否則你會找不到路回去 這個石頭大 超級大石頭 這種石頭山爬起來很過癮 這個石頭非常大 能只有一點點 這個石頭呢 是目前我們看到非常大的一個石 在這個石頭山上 非常過癮 這樣子在行走呢 我們從深下一步這樣爬上來 有達到這個運動的效果 全身流汗 讓你身心更加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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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沒想到 去屁股的水深 讓你身心更加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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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大石頭 走到這個上半段的話 這條雀耳上半段就比較好走 在中間段多度比較大 石頭露營比較多 這個小境的環境非常好 政府還做了一些平台 可以在這邊露營 但是近年來呢 森林火災頻傳 所以政府還是禁止在這裡生活 所以請大家要注意 今天我們終於這樣子從下面一直不斷的 努力的爬爬爬爬爬 終於爬到了這個山上的一個湖河 叫做林仁曼 非常的清靜 如果你在大溫地區覺得人車太多 沒地方去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好交友很行的地方 這裡也可以野餐 也有露營的地方 你也可以申請露營 這裡露營的話呢 一個人是五塊錢 要錢啊 對 要錢 像有關單位申請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裡 但是呢 因為現在森林火災相當的多 所以希望你不要在這裡生活 這裡的湖河真的是 翡翠碧綠色 會使你心旷神移 坐在那裡靜靜的待一個下午 看看湖面 喝一點咖啡 是一種非常高級的享受 這裡是遠離大溫地區 非常舒適的一個環境 它能夠登山 又可以走小勁 讓我們能夠吸收很多的芬豆精 再一路上爬上來 也流很多汗 讓你的身體呢 充分感覺到非常的健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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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